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刘俊瑋選手今天有来到会场 也恭喜你 请来到台上接受大家的喝彩 同时也再请中华职棒蔡希湘会长上台 来为刘俊瑋选手递上指名球帽 游击大物 俊足好打 而且具有领袖 其实高中是就得于古堡加上的选手 这一两年他的成长也非常的快速 我想魏权选到他之后 尤其在这种阵容蓝图里面 游击防区的这种左右打的均衡 最近一年的训练上特别增强手备传球 大家好我是刘俊瑋 毕业于古堡加上 手备只是游击手 能够获得卫权农的指名 我是非常开心 因为毕竟也在第一轮 所以就是在自己也没有想过啦 就是只想既然球队都看上我 那我进去就好好努力好好表现这样 打击好手游击炮 而且也号称是本届高中最佳的游击手 是是是所以到卫权这边喔 也可以让卫权整个已经很好 就是不是不是临时想 是因为宝宝中有跟我说 如果因为大概区间预测 就差不多在这几队之间 所以就是他说如果真的是卫权的话 就比一大比 就比三这样 大家大家一定看得懂 在比三这样 我觉得卫权就是 球风我觉得比较开放 因为在其他六队这样看起来 他们职棒这样转播看起来 他们打起球来 球风很开心很欢乐 气氛很好 倒是在选秀会前呼声满高的 攻球团第三轮之名选手 姚恩多 姚恩多选手今天也要来到会场 非常恭喜你 请走到台上来接受大家的祝福 大家好我叫姚恩多 然后毕业文化大学二年级 送贝文之陶手 其实满开心 因为我一开始其实 就有打算想去卫权 所以真的被选到觉得 你这么刚好这样 其实算满幸运 从以前看到大门 就觉得自己的梦想 可以让我进到自己喜欢的球队 我觉得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我觉得不管是团队 或者是整个球队来讲 我觉得气氛都比较 满喜欢里面的氛围 所以就很喜欢这样 不管是什么都可以再更往上一点 然后期待可以着力到一军这样子 平常可能很严肃的人忽然之间都会变得很有趣很好笑 那么庞大的应援拉拉拉队 我想这个都是中华职棒的特色 那联盟也准备了很多现场的活动 很多网红 大家常常看他们在网红节目上面的这些分析 他们都来这里参与 大家好我是受战狗中的黄军诚 手部位一直投手 我那时候当下以为我应该不会上了 就是已经在低头了 然后突然听到我的名字就笑出来了 那有点出我预料 一开始就蛮想去位球 蛮喜欢那边的球风 因为蛮年轻的 然后感觉 很是我在那边打球 很活泼 对 未来的目标是把身体练得更强壮 因为现在太单薄了 可能还没办法应付那些赛场 进去的目标就是 提升球值 然后把身体练得更壮 王维忠 因为看他丢球就很高大 然后丢出来的球都很有威力 然后想跟他学习看看 像是在守备 对啊就是不够灵活 然后回到母队的时候 我就有去做一些训练 然后去做减重的动作 然后后来慢慢开始改变 然后就 大家好我来自台东其中 我是杨恋子 守备子游几手 看到那个名字出来的时候就 就整个心情都放松了 因为前面都还没看到自己名字出现 就很简单 我觉得是一支很活泼的球队 就是很有热情 进去球队之后 把自己准备好 然后身体练好 想办法强调益金位置 三鬼学长 是 三鬼学长 甚至三鬼学长 你要成为第四个吧 我努力 我努力 希望能够从他们身上挖掘打击上面的技巧 然后经验都可以跟他们学习 大家好我是毕业于平生高中的投手 佗佑 非常开心能够被魏全龙全队选中 因为毕竟我自己也是 就是在 快要毕业的时候才确定要选秀 然后能够选上 但就是对我最大的一个肯定 所以非常谢谢魏全龙 我觉得魏全龙在我这边的印象就是一个 年轻 然后游活绿坤 就是 也比较科学化的感觉 就希望我去那边可以好好加强自己这样 嗯 就是 谢谢大家吧 谢谢大家能够 我想要 比较想要向 郭天信学长学习 因为我觉得他的 拼战的精神 就是我想学习的 要学习他的精神 对于未来自己的期许 我就 希望能早日上一军 然后帮球队拿到胜利这样 今年的选秀来讲 有几位 还蛮不错的 有潜力的球员嘛 那 在内野方面 其实 刘俊伟算是 我们觉得 最符合我们预期的一个球员 所以 当然有那个机会 就直接就选他 指名选手 张锦玉 大家都知道他在过去 在美国确实是有一些 困扰嘛 看得出来 那也都知道 但是 我觉得他有一个非常好的天分 最近这几个月 从春军一直跟我们训练到现在 那我们其实慢慢可以掌握到他 那对于他的一些问题 其实我们觉得 应该有机会把它修正 那 当然这个时间有可能 很快的话 当然下半季 我觉得会有帮助 那 如果慢的话 我觉得他还很年轻啊 那其实他的路还蛮长的 我们也不会急着说 一定要马上希望他在下半季 就为球队有一些贡献啊 如果 硬去好 下半季 但是我们可以确定说 他长久来看 对我们球队会有很大的幫助 嗯 有没有选手是本来没有预期到可以选到 但是有顺利不是选到 诶 其实 呃 杨念祖 我们当初预设他会比较早被选走 但是 确实是没有想到说 我们到后面还可以有机会选到 对 所以 诶 还蛮开心的 嗯 对